向右前方行驶 随后到达目的地附近 目的地在宁右侧 本次导航结束 这坑爹的导航 电能开在高架桥上吗 这个导航真不靠谱 我导了 导去导圈圈 导了几圈了 汽车前挡玻璃裂了 过来修复 你手扳个小时就好了是吧 差不多 看起来好专业 这个工具 这个眼封了有多长时间 这个啊 大概十几天 上面这个眼问题不是吗 那就是怕这个眼会云裂 这个底下这个是吧 对 然后上面那个应该修完之后 它还是会有点腻 哦 底下呢 底下这个裂纹也可能会 裂纹会像是主要就是防止 它这个裂纹 扩大是吧 对 就是修完之后还是会有点点腻 哦 我上次在吐虎的时候 他跟我说 我不用修 他说我等我的裂痕扩大了这么大了 再去修 等你裂纹那么大了 那可以裂纹 是啊 看来还是要专业人做专业室 这个是打胶水 这是打胶水的吧 我看到网上也有那种胶水的修复液卖 但是我不太敢买 我怕自己搞不好 看起来好精密的感觉 它这个弄完了以后有没有说 刚刚不是下了几点雨吗 有没有说多长时间不能减水啊 搞完了就可以减水 可以减水是吧 对 正常使用就是 还有我这边那个电瓶 有点亏电 刚刚停车场就进来就 电瓶我搞不了 你附近有没有搞的可以搞的 嗯 隔壁有个新的厂 我可以让他过来给你看一下 好 我刚刚在停车场的时候 半天车子发不足 只从我上一次可投户 可保养了以后 然后椅子没有开它 有几天没有开它 然后回来就 幸亏那边又冷了 跟我把那个弦打了弦的 应该是打了弦以后 跟我把车子发多了 要不然我在停车场都得 我今天来修玻璃我都来不了 那我幸亏是在停车场 好了 来了来了来了 我已经完了 就是这个吧 就这两个坑吧 然后裂纹没有了对吧 这两个小小小的坑 这个应该不会再裂了 我们的也是那个服药的是吧 这上面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服药的明星的 哦这样的 我们一块玻璃要700块钱啊 对 装好包裹要700 就所有的包在内700是吧 对 都还挺好 省得到大几百啊 对 那是看不出来了 不只700看不出来了 嗯 刚刚才吸的火 它就是没有电 然后开过来不敢吸光 就在停车场就直接就没电了 你这个可以很快的测出来 是不是有电是吧 对 对 要专门的7个电瓶检测 是啊 我前两天在土虎去检测 他没给我检测出来的 我建议你更换啊 电池更换 有没有看得出来 电瓶状况百分之五十八 我也不知道 原先的是 至少要达到百分之八十 就百分之五十八太低了 是吧 嗯 我是有脾气的 就是点不着 现在点不着是吧 那现在就是完全点不着 就是电瓶 那我这个电瓶换一个要多少钱啊 我具体可以给你查一下 好吧 我具体可以给你查一下 我具体可以给你查一下吧 你问我查一下吧 你的支付便宜一点 我就可以直接的换算了 他现在网上卖电池 就可以直接在 就可以直接换了以后 就可以直接换了以后 就直接就 可以上门安的还可以 问了两家 确定下来了 这种我买的那个也是 差不多两三年也是要可以用 对吧 对对对对 好 时间到了也要换了 哦 那差不多也用了 两年多 两年半过了 那就要换了 但是它没有任何征兆的 说不行就不行 关键我这还是做了保养的 做保养也没查出来什么 电池要换 做保养啊 可能说有时候检查电池啊 我上次就查过 没查出来 办了多久啊 半点左右吧 不慌不慌 那影响他们下班了 这什么呀 油膜去除剂 就是 蛮多车子就时间长了 它这个乳刮 换了新雨刷 它还刮不干净 刮不干净就是上面有一些油膜 那我怎么用呢 这个 想简单就直接加到这个 玻璃水里面 就是玻璃水涂里面 如果说 你觉得它的油很脏 然后就可以把它 突然往抹布上面 然后拔起来玻璃擦一遍 效果也好 好那行 谢谢了 来送 这下好了 其实我这个也是一个粉丝朋友 该少点啊 然后上一回大家也知道 就是玻璃这个车子裂了 那个头部里来跟我说 要裂折场才可以还 但是有一群朋友在里来跟我说 不行啊 你一定要是从小来换 你大来就要换玻璃了 果然是这样的 然后有粉丝朋友就告诉我 练习方式 而且非常便宜 一百块也不知道啊 而且这边的服务也蛮好的 变责